很想知道韓式潮流新的嘴是怎样化 麻烦Crystal示范一下 好 我首先要加一加我现在原有的唇 我现在就抹了我本身的唇色 我很喜欢用这个组合 其实它两个都是很红色 但又不是很浅的白红色 这支笔就是现在他们喜欢用来滑唇的唇笔 你看到它跟以前传统的唇笔相比较 因为它不是平的 它是一个很圆滑的 很软滑的 它像一个眼影嫂 其实它这支是眼影嫂 但是韓国那边 他们现在新的唇笔是这个形状 有一个短一点的毛 我就会用这个深一点的颜色 先塗在唇上 但是这个做这个浑染的 Smudging lips 其实那个唇膏的质品也很重要 因为韓国大部分的唇 都是很滑滑的 很容易推开 我塗了一点之后 就这样抹一抹 然后就拿着这支笔 我塗到现在要推开它 但是推开它的时候 你是在一边画圈地推开它 不是画线的 不是 然后你要务求它如果推开你的唇 那条线也不要紧 因为它要超级 就是它要画大一点的唇 嗯 你看到一边是一个在一边打圈 那你一边推开的时候 就沿着你的唇 那条线慢慢推出去 嗯 你看到我那个外围 已经是看不到有一个很明显的外围了 嗯 但是都还没画完的 因为我要整理一下它的形状 就是你看一看我的镜子 就觉得我的唇 我觉得这里可能不够阔的 那就自己在这里再加阔一点 这个唇的妆 我觉得它是画出来很漂亮 但是它很浪费时间 是的 因为你要慢慢在这里 就是你不可以这么随便 是 看到我其实现在画完了 嗯 我的线其实是比我的唇 出了 出了一点 出了好一点 但是我现在就 因为这样画完之后 我觉得它好像没有什么层次 我就会找这一款颜色 它是深一点 而且它没有刚才那个那么 就是它比较稠一点的 稠一点 对稠一点 就是刚才你说是不是咬唇妆了 我就说其实又不是很咬唇 但是它也是画在中间的 嗯 因为它咬唇妆以前是真的 很明显的 它的变迹很大 对 就是边是极浅色 那这个就用一些比较类近的颜色 做一个一点的沾变 你看到它的颜色其实很像 我现在还没推开 嗯 但它的颜色和我刚才塗的颜色 其实很相似 因为它是同一个颜色的颜色 那么现在它是深了 就是粉了 那么你又再推了 但是今次就不要推到 去刚才你的唇边 去那边 就是你务求 只是把你刚才的颜色推均匀 嗯 都是打一圈地推 就是整个唇是不可以有实色的 嗯 那么在选择这个唇膏的时候 是不是要选择一些类型 是MAT色的 比较MOOSE的 才可以做到这个唇妆呢 因为如果你是选择水 有些LIPTINTS 是水妆 就推不开 是 LIPTINTS是确定在那边就在那边 那么你用怎样推都不会推到它出来 嗯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是原来很花时间 是 对 对 那应该很快 就是我的唇 就是这样 我想看看Crystal 哇 很自然 很漂亮 我看到是那个霧的效果 对 就是它真的推得去 是 总之是蜂蜜就要蜂蜜 但是我想问 通常韩国的唇妆 其实都比较食色 很难卸妆 你平时会怎样卸呢 其实我平时下眼唇卸妆液 我一定会下眼后 会一定会下嘴 会搓它 而且我会磨砂 就是每天都会磨一次 我未必会每天 因为其实嘴会很… 我觉得会很上 但我会隔日 嗯 而且一定要下得干净 是一定没有 就是不要被它 涉到在唇纹里面 因为这样的话 唇会越来越深色 对 就是本身自己的眼睛 但我觉得韩国对唇 也很有讲究 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 用韩国的唇膜 对 对 很有用 对 对 不像韩国旅行 都买很多 今天都是Crystal 教会了我们最新的韩式嘴 谢谢 谢谢 下次有什么 韩国最新的唇妆 或者美妆资讯 让你们带给我们 没问题 对 地 地 进 我们 小 powers 能